12月18日喜剧电影《热血天团》在京低调开机 演员黄秋生新生大武相陈翔与同亮相开机一室 不知是否为了迎合影片中的热血情节 当天两位主演都不与而同地选择了黑超墨镜桌面 酷就十足 影片讲述了一位帅哥与三位大叔为梦想组进一队 最终成为热血天团的故事 而在片中脾气十足的陈翔与黄秋生将有不少精彩对手戏 陈翔也坦言能与气场强大的大哥黄秋生合作 让自己压力不小 这次有压力压力是什么呢 是因为黄老师刚好是我偶像的干爹嘛 所以这次能够跟偶像的干爹一起来演戏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一个挑战 此次黄秋生在片中是一位老牌摇滚大叔 这样的角色对于老戏古黄秋生来说 绝对是轻车熟路 因为这早年也曾经是一位乐团的实力唱将 再次重温就业能否还有当初的热血澎湃呢 出过几张专辑没什么研究 你找到那种再次找到那种唱歌的感觉 还没找到 差在哪 差在哪一点 差太多了 差在头发 一向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的黄秋生总是看上去十分严肃 就连在片场其私下里也是经常享受一个人的乐趣 这部这批工作人员忙着不仅那批黄秋生就独自下起了哮气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还有什么呢 还是我还有什么呢 是什么呢 都没有什么呢 是什么呢 在那里面